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跟你分享他提到 悟要警醒 悟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警醒 很多事情前面讲了 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那个情况他讲了非常多的情况 但是在总结的时候 他提出第一件事说 要警醒 什么叫警醒呢 就是醒过来 换句话说我提了这么多事情 可是当一个人一直在沉睡的时候 上课里面打瞌睡 那个老师讲的再多重点提示 这题非考不可 对于那个在打瞌睡的学生而言 老师讲的所有东西都没有意义 因为他都没有听进去 为什么 因为他在睡觉 他没有醒过来 所以老师常常会拿个粉笔 丢他一下 为什么 叫他醒过来 因为你不醒过来 我讲的全部是白讲的 悟要警醒 其实在圣经里面 耶稣也提醒门徒 对不对 在克星玛丽说 走要警醒 后面说祷告 如果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些征战 教会里面每一天有各式各样 我们的仇敌 好像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保罗在提醒格林多的教会 你不要以为你们的恩赐很多 你们教会很澎湃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在面对属灵的征战 仇敌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有看过一个要上战场打仗的人 还在打瞌睡吗 不可能啊 那个时刻再累 三天三夜没有睡也不敢睡 为什么 因为知道在战场上 保罗跟格林多教会说 你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情 我前面讲了这么多 但是现在一个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醒过来 要醒过来 要醒过来 悟要警醒 一定要警醒 求主诗人也帮助我们被提醒 怎么样警醒 或者警醒做什么 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这是耶稣所说的 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警醒 这两件事 警醒跟祷告这两件事 是互为因果的 你警醒才能够祷告 你祷告帮助你警醒 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切割开来的 要醒过来 怎么样可以醒过来 你说我真的迷迷糊悔 搞不太清楚状况 你当然知道 那个醒不是指的身体上在睡觉 那个醒是说 诗篇二三面说要灵魂苏醒 换句话说 我的人看起来是醒的 但是我灵里面却在沉睡 用我们华人喜欢讲的一句话 叫做行尸走肉 看起来那个人是活的 走来走去 每天也在做事 但是灵里面却是死的 那怎么样能够让我醒过来 求主帮助我们祷告 跟主说 主啊 我最近的情况好像很不好 我也说不上来 每天还是这样啊 每天也是上班啊 每天也是服侍啊 每天也是照顾小孩啊 每天 但是我就是觉得 我好像怪怪的 这也正是你现在的光景吗 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祷告说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 让我里面醒过来 你祷告 主把你叫醒过来 求主是恩 这一集的恩典365 我相信 主有话给你 如果那就是你的感觉 你觉得我最近就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每天 该做事也都在做啊 但是你知道 你里面越来越低沉 好像离里面开始打瞌睡了 里面越来越低沉 跟神好像越来越远 祷告 让你能够灵魂苏醒 醒过来 让你持续不断的精心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